Hello 大家好 我是E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来把你们夏天最喜欢吃的水果打在公屏上 是不是它 诶诶 那我记得呢 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喜欢吃西瓜 还有一次呢 就是我趁家里没有人 我偷偷的把一个大西瓜给干完了 结果就闹了一个晚上的肚子 但是呢 这完全没有缩减我对西瓜的喜爱 我现在长大了 成了一个资生酒鬼 吃西瓜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教大家一个成人吃瓜法 教大家用一个西瓜来做出 三款简单又好喝的夏日节暑鸡尾酒 西瓜螺子 吃瓜马格里特 跟三重快乐西瓜桶 为什么是三重呢 等会你就知道了 首先第一步 把瓜剔开 把所有的果肉取出来 我用的是那个冰淇淋勺 我觉得比较省力一点 大家有没有觉得西瓜中间这一块是最甜的呢 嗯 再吃一块 嗯 再吃一块 好 大家选西瓜 有没有什么决效能选到甜呢 有时候我就学那个用拍的那个听声音 可是呢 有时候也是选得到不甜的 大家有什么决效吗 可以打在公屏上或者留言 肉取出 哇西瓜好累 终于弄好了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榨汁环节 但在榨汁的时候呢 我们会喜欢在里面加一点点蜂蜜 然后等会我们就不用加太多的糖 把它露一下 不然等会会影响我们鸡尾酒的口感 二人我们终于榨完了西瓜汁 最繁杂的步骤 已经解决了 接下来调酒就非常简单 今天呢 这三款鸡尾酒都用到我们家里常见的烈酒 福特加 龙舌兰 还有狼母酒 你就看你家里有哪一款 就按照我的配方去做就好了 这杯西瓜螺子用到的材料有 任何牌子的福特加 龙舌兰果糖浆 姜汁汽水 清凝薄荷 还有我们的主角西瓜汁 在雪克杯里加入10毫升冰块 加入30毫升福特加 加入10毫升的糖浆 为小撮薄荷拍醒 挤入半颗清凝汁 再加入60毫升西瓜汁 最后呢 加入我们的姜汁汽水 沿着杯壁下流 再放一小撮过盒作为装饰 抓螺子就做好了 吃瓜马格丽特 我们需要用到的材料有 辣椒面 清凝 均度橙酒 任何牌子的龙舌兰 西瓜汁 这款鸡尾酒呢 称得上是简单粗暴液操作 吃药呢就是一个榨汁机 放入冰块 往里面加入30毫升的均度橙酒 30毫升任何牌子的龙舌兰 西瓜汁 给这个杯子做一个辣椒面边 用清凝在外围沾上汁 然后均匀的沾上辣椒面 就是给它加一个辣碗 这样就好了 把它搅成沙冰 三重快乐西瓜红 那哪里来的三重呢 兰姆酒 还有我们的西瓜汁 是二重快乐 那第三重快乐 是我最近淘到了 超级喜欢的一款啤酒 我真的要推荐给大家 这一款叫做 Hell or High 中文翻译叫做 要么上天 要么入地 但是这个最特别的 就是一个西瓜啤酒 它是真的用西瓜跟小麦 一起去发酵 我发现外面很多那种西瓜饮品 就是有一种非常假的西瓜味 但是这个的西瓜味 就是跟你吃真的西瓜 没有什么区别 在西瓜里面加入冰块 少许的兰姆酒 这个你就真的不用 不用拿两杯了 没有意思 随便加西瓜汁 最后呢 加入我们第三重快乐 西瓜啤酒 你知道啤酒跟西瓜 结合的快乐有多快乐 大家 终于到了适应环节 一个花就能做出 三款好喝的机会 这波雪赚不亏 那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西瓜螺子 这个姜汁啤酒跟薄荷 跟西瓜的结合 就把夏天整个感觉都给带出来了 如果呢 你平时是喜欢吃那种姜辣的话 这款也非常适合你 比平时的玛格丽特好喝很多 而且就是这个辣边 真的一定要放一下辣椒面去试一试 就给这个鸡尾酒 加了一个更多的感觉 最后我们的三重快乐桶 其实郎姆酒呢 它本身的味道并不强 它只是给它加了一个酒精度 快解锁了它好吗 看完今天的节目 你就根据你自己的口味 去选适合你的夏日鸡尾酒吧 舒舒服服的过一个夏天 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三年一个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